变态老公365天日夜折磨妻子 不堪忍受的妻子 找到整龙医生换了一张脸 本以为就此逃离 却不料他回到出租屋 竟然发现老公已经在屋内 马丽被吓得灵魂出鞘 定睛一看原来是自己的幻觉 但还是双腿发软瘫倒在地 这边郑元回到家 海拉早早就在等着他 海拉把那本财富杂志递给他 说一想到马丽的老公居然是顶级财阀 就不禁浑身起鸡皮疙瘩 郑元说以后爸总再去画廊找麻烦 一定要通知他 然后让海拉给马丽找个房子 说他现在租住的地方实在不安全 海拉一听就炸了 惹了这么大的财阀家族 不为自己担心还在为马丽操心 郑元也不想过多辩解 只说你尽快帮忙找一间公寓 海拉决定不忍了 为了让郑元从王七的阴影中走出来 他说出了深藏多年的秘密 可他不知道的是 郑元早就知道了夏京对自己不忠的事情 五年前的结婚纪念日 郑元拿出准备好的项链 可夏京看到后并没有过多惊喜 而是调侃他的品位一直不变 郑元帮妻子把项链带到脖子上 夏京的表情很是奇怪 对郑元说自己要出差一个星期 然后看了看手机的时间 明明离登机时间还早 却急不可耐地想要离开 郑元说自己开车去送他 夏京推三阻四地拒绝了 郑元拉起妻子的手 空空的无名指让他心中无比难过 但他忍住什么也没说 只得眼睁睁地看着妻子离开 而就是在这天 夏京在驾车前往机场的路上 骑士并不是一个人 他一边开车一边和男人调情 一步流神差点撞上了迎面而来的卡车 躲闪间撞破了路边的护栏 男人拦了一辆车自顾自跑 而夏京被送到医院后 虽然就回一条性命 却成了醒不过来的植物人 郑元把他送到了湖边的疗养院 精心照顾了五年 一直期盼夏京能醒过来 可是在他出国演讲的时候 夏京却永久失去了生命体征 郑元亲手埋葬了妻子的骨灰 巨大的打击让他伤心欲绝 当他完成夏京的葬礼 在回家路上 遇到了被变态丈夫追踪的玛丽 也就是在这样一种情况下 他把玛丽的脸换成了夏京的模样 海拉本以为郑元不知道夏京背叛的事 现在看来其实他早就清楚 他捂住嘴不敢相信 郑元走进屋内关上门 不堪回首的往事就像伤疤一样被揭开 海拉觉得自己五年的等待就是个笑话 她拿起衣服赶紧逃离了这个伤心之地 第二天郑元找到合伙人何成浩 让他帮忙打听爸总江仁旭的资料 果然何成浩不愧是包打听 几天后通过一个熟悉的记者 找到了江仁旭一些不为人知的资料 说传言他的母亲因为不堪家暴 后来吞枪自杀 当郑元看到爸总小时候的全家福照片时 不禁呆住了 他母亲的脸和换脸前的玛丽 居然一模一样